温度计 西元1592年,意大利人切利略 利用玻璃管内气体受热后会膨胀的性质 以管内气体体积的大小来代表温度的高低 发明出世界上第一个测量物体冷热的仪器 温度计 若双手环抱温度计上方气体部分 因为温度计中的气体受热后体积膨胀 因此温度计中的水柱会下降 既有管内气体体积的大小,可以判断温度的高低 但企丽略所发明的温度计 仅能表示物体冷热的状况 却无法给予冷热大小的数值 将装满稀释红墨水的锥形瓶 塞上附有细玻璃管的橡皮塞 并放入热水中 当锥形瓶内的水预热时 温度升高,体积会变大 所以细玻璃管内翼面位置上升 再将锥形瓶从热水中取出 放入装冷水的烧杯中 当水预冷时,温度下降,体积会变小 所以细玻璃管内翼面位置下降 随着温度升高,水的体积愈胀大 而膨胀的体积向细玻璃管的中空处流动 使细玻璃管内翼面水位上升愈高 随着温度下降,水的体积愈缩小 使细玻璃管内翼面水位下降 由于水和细玻璃管都是透明无色的 所以不容易观察到水位的变化 因此,在水中加入竖滴红墨水 将透明无色的水染成红色的 目的是为了方便观察 锥形瓶口内进太大 导致水热胀冷缩所引起之体积变化 在瓶口处置升降不明显 若以细玻璃管,截面积较小 来观察,则升降明显 平日常见的磅状温度计 即是利用温度计内的物质体积 随温度升降而胀缩的性质测量温度 如常见的气温计 实验室中所适用的温度计 生活中其他常见的温度计 以利用物质的某些特性 随温度的改变发生变化 而作为测量温度的依据 例如水族箱中测量水温的液晶温度计 是利用液晶随温度升降而颜色改变的性质制作 下氏秋是体温的中心点 也是发烧时体温最早上升的地方 由于耳朵内的内膜、五膜及周遭组织血流 与下氏秋附近的血流相通 因此耳膜后的温度与体温中心点质温度类似 也是最早反应发烧的一个部位 快速测量体温的耳温腔 则是利用红外线辐射 测量耳膜后的温度 迅速测量体温 重量体温度 尊重体温度 缘性质值